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邊一米薰三分外圍出手 博愛他們在球的流動真的蠻快的喔 就是他們每個人 球在每個人手上幾乎不會超過兩秒 是的 戴子祥 這邊一樣是三分線出手 轉換邊的出手 那北屯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對方的壓迫防守 而且他們都有站在DENI的位置 就是不讓你接球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擺脫他 站在旁邊還不行 你要就是完全超過他 而讓你的隊友看得到你接球的位置 要多做一下擠壓V卡這些動作 對 假動作比了一下 才夜不上來 不過王眼聖蓋了他一個大火鍋 對 剛剛劉宥峰 一個上籃得逞之後他想試第二個 那當然他這個腳步越踏 離籃框越遠也不是好事 那所以當你一直往上高拋而造成 就算你隊友接到球都沒有辦法 很好地進行下一個動作 因為他還要把身體平衡好 那如果做地板球的話呢 他如果接到球馬上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對你就要多用這種球 那麼最後一節 那麼最後一節 剛開始 剛開始 順利的抄到這一球 不過 我這個球有點太低了 彎不下腰 暈不起來 對他們拿到快攻球 可惜的就是說 他其實可以順利的往前推進的 但是因為 就是一路這樣子 有點哩哩啦啦那種感覺 就是 跌跌撞撞的 感覺有受到別人的壓迫 其實他一個人很明顯的跑在前面 這邊一個海底撈月出手 王一翔 這邊直接上籃得分 好 這邊這個地板球給的非常漂亮的上籃 沒錯 也用反手上籃 非常的流暢 好 徐瑋翔 直接殺進來 這球直接開到了前場 好 那麼比賽結束 中場 台北國外國小是以40比15 擊敗了台中的北屯國小 順利晉級喔 小小兒 1 4 2 2